热稅香农会和台湾文旦策略联盟共同推办的 全台诱花椎香路跑比赛热稅场 今年首度移试到温泉区来举行 各组别路跑好手和亲子剑走组总共有1300多人一起开炮 场面非常浩大 总干事黄胜黄表示说 透过赛事今年的文旦诱也已经提早开卖了 2 1 从半马21K选手率先开跑后 12K以及迷你马6公里的路跑爱好者也依序鸣笛出发 场面浩大 热稅香农会与台湾文旦策略联盟共同办理的 诱花椎香路跑比赛 今年瑞稅香场次 从原本的贺岗文旦有专区 首度移试到温泉专区里面 赛道从山区转移到平地 不变的是满是诱花香气的文旦诱源路线 我们这次规划的路线 一样是以半程马拉松为主 就是有21K的跟12K还有6K的部分 那非常适合我们的跑者 不管你是运动选手或者是亲子的部分 都非常适合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 连续几天的阴冷天气 今天又花椎香路跑赛登场之日就好转 清晨奇大物的瑞稅香 各组别的路跑好手以及亲子健走 总共将近1300多人 在弥漫又花香气的赛道上 破浓雾而出相当特别 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透过了赛事 今年瑞稅文旦又也已经提前卖出了700多香 我们今年的报名人数 总共有700多位的选手来参加 那这700多位选手我们都会送他 在完赛之后我们都会送他一箱这个文旦又 来协助我们来推广我们瑞稅香的这个赫钢文旦 那我们今年路线有稍微做一下改变 也就是把观光结合到我们的这个产业里面 所以我们今年的路线改在温泉区 希望能够把文旦的产业结合我们温泉的这个观光发展 来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办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 那我们想说可以持续的继续的来办理 那成为我们让又花路跑成为我们瑞稅香的一个特色活动 今年埋入第五个年头的瑞稅香又花追香路跑比赛 今天盛大登场 借此带动了在地农产运动休闲与观光餐饮旅宿经济的产业 同时弄会今年度的文单又产销推广 活动也正式鸣枪席跑 记者是宇兰瑞瑞瑞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队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观点点栏目